你敢相信吗 这些在雪地里奔跑的小狗 在马路上飘着的落地云 下着雨或下着雪的温馨场景 都不是真的摄影作品 而是由AI生成的 而现在很多账号 仅仅只是发布这些视频 无需露脸 就获得了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粉丝 像这个抖音账号 每条视频点赞量 平均都已经达到了1万 最多的甚至已经有了200多万 粉丝更是惊人的有700万 今天我就会分别和大家分享 这几类场景究竟该怎么用AI去生成 并且在最后分享三款制作的工具 以及这类账号的变现模式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首先最简单的 就是像这样下雪或下雨的场景 然而实际上就算看起来 下雪和下雨是一样的制作逻辑 还是有小小的区别 来 那我们就一起做做看 第一步 获取图片素材 这个图片呢你既可以在一些 无版权的素材网站上找到 这里我也给大家列了几个我常用的网站 也可以用mejourney或dally3生成 我的建议是前期呢可以先用网上的素材 后期等你有自己特定的场景了 比如这个账号就生成了很多一个 和尚在故宫里的画面 像这样的素材呢会比较难找 如果用AI的方式去生成啊就会快速很多 第二步 添加下雪或下雨特效 打开简映 把刚才的图片素材拖入主轨道 我们先尝试下雪的场景 在素材这里搜索下雪绿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带有绿木的下雪素材 把它们拖到主轨道上面 然后选择这条绿木素材 在右上角画面这里选择抠像 勾选色度抠图 取色器取到绿色 然后把强度调到看不见绿木为止 一般可以到100 好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个最简单的下雪视频已经做好了 那为了让下雪的这个场景更逼真啊 我这里有两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第一可以多复制几条下雪的绿木素材 这样可以让雪看起来更密集 第二在调节这里可以把亮度调的稍高一些 这样雪看起来就会更明显 那下雪这个效果网上也有一些教程已经分享了 但你可能会发现没有人讲下雨 这是因为下雨的效果做起来会更复杂一些 我们同样在简映里搜索下雨的绿木素材 拖入轨道 但这次如果直接抠绿木 我们可以看到会把雨也一起抠掉 所以下雨的画面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做了 那该怎么办呢 点击素材 调节tab里找到饱和度 滑到最左边调为-50 然后在基础这里的混合模式选择叠加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下雨的效果已经被添加到画面中了 是不是很简单 剩下的你就可以按自己的学号添加背景音乐了 加个下雨或下雪的白噪音或者好听的音乐都可以随你喜欢 接下来我们介绍半石井半AI的视频 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小狗奔跑 或者是海面上一轮大圆圆的场景 都是用石井加AI生成的图片 结合在一起制作的 我今天就教一下这个视频怎么做 第一步先用mejourney生成一张比较奇幻的天空样式 比如我就直接输入一段prompt 我们看一下结果 跳一张你最喜欢的 然后下载它 第二步打开剪映 在剪映素材库这里搜索大海 然后筛选出竖屏的视频素材 比如这个我觉得不错 把它直接脱下来 选择右上角 画面 抠像 勾选自定义抠像 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智能画笔 图出你需要的画面 再次注意 画笔图的部分是你要保留的画面 完成后应用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海的部分被我们保留了下来 原本上面的素材就被抠除了 然后拖入刚才我们用mejourney生成的图片 注意 这里要把mejourney生成的图片放到主轨道 把大海的石井素材放在上方 我们看一下效果 现在初步已经有石井加AI图片的效果了 但是可以看到这里衔接的部分有点僵硬 我们需要再处理一下 选择大海素材 在蒙版这里选择线性 然后把这条线旋转180度 移动到衔接的部位 选择右边的羽画 调整这个值 直到两个素材看起来比较融合 好 这样我们一个视频就完成啦 最后加上一个舒缓的配乐就可以导出视频了 给大家看一下成片的效果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三款非常高效就可以制作这类视频的软件 第一款美图秀秀 没想到吧 现在美图秀秀除了P图 还有超多超有趣的AI功能 比如像这样的落地云视频 就能用它来做 下载美图秀秀以后 在下方工具箱这里 大约滑到第三页 有一个魔法照片的功能 点击进去以后 我们就能给照片加动画了 比如我们想让这个云动起来 可以先用保护笔 把下方的公路保护一下 这样就可以保障云动的时候 公路不会跟着动了 画一下动画路径 比如我想让这个云是翻滚的 那你直接在上面画个圈就好 这个功能的话 你想让天空动起来 瀑布水流起来 头发飘起来 都是完全可以的 我自己尝试着用了几次 都是可以直接导出的 不需要付费购买会员 大家可以试试看 第二款Motion Leap 在应用商店里 你可以找到并下载它 这款APP的基础功能 和美图秀秀一致 都可以让照片中的某个部位 按路径流动起来 但是它的玩法多样很多 比如你可以在画面中添加素材 这里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用 像这个火光的素材 就可以做这类室内视频中 蜡烛光波动的效果 还有这个烟花素材 就能做出这个点赞200万的短视频 那这个APP里面的素材非常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自己去尝试着玩一下 叠加这里就可以一键添加 刚才我们用剪映做的那种下雨下雪画面 或者呢可以为人物添加这种消散的特效 还有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一键换天 它在这里啊给出了很多天空的素材 你可以一键选择不同的天空 然后切换 是不是看起来一点也不违和 包括像下面这里的水面也是一样的方式 但说明一下这款软件呢是需要付费的 它可以让你免费使用三天 但免费使用以后会需要支付243元人民币的会员费 大约是35刀左右一年 大家如果试用以后呢不想付费 那你就可以在苹果商店里面的订阅里关闭它 但一定要记得在三天的试用期里面把这项订阅关闭哦 否则的话它可能不会提醒你就直接自动扣款了 一定一定要记住 第三款 Flo Photo Art 这款呢我个人觉得功能比之前的两款更专业一些 我们在应用商店里搜索并下载它 这是软件的主页 有四个工具箱 分别是开始制作 智能运镜 AI绘画和照片数字人 其中这两个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AI绘画就是直接在里面可以像Mate Journey一样生成图片 照片数字人就是让人物的照片开口说话 关于这两个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的视频呢我更多给大家展示上面的那两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就是将静态图片制作动态视频 我们选择一张图 这是它的配置功能 我整体认为啊这些功能的配置项是相比之前两个工具更全面更专业的 比如它可以精细的设置锚点 改变运动的速度 还有如果你要做一些人物动画的画面 比如像lofi girl里面它需要眨眼的话呢也可以在这里配置 包括像树枝摇摆树叶飘落等等 但是这款APP的缺点是不像之前Motion Leap里面有很多的素材 这款软件可以说是没有素材都需要自己去导入的 第二个工具智能运镜 这个功能啊也很有趣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类的视频 它还是有一个像人家走路的那种运镜感觉的 我们啊就能用这个APP做出来 它有非常多的运镜选择 比如横移 后拉 等等 这里最后一个就是模拟人走路 这样就会有一点摇摆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工具的收费情况 它没有任何的试用天数 只要导出就需要付费 一年是人民币128元 大约18刀 比之前Motion Leap便宜将近一半 但是功能上呢也的确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判断使用哪款软件 最后呢我们简单聊一聊这类软件的变现模式 方式一 卖付费壁纸 现在无论是安卓还是苹果手机 都已经支持动态壁纸了 所以啊像这类的视频就可以制作成动态壁纸 售卖给有兴趣的人群 方式二 链接带货 比如有些治愈类的视频 它就会挂小黄车 去售卖一些偏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方式三 模式教学 也就是教你怎么去制作这一类的视频 我想想大家看完我的视频 应该大致有数该怎么做了 但是呢我自己在实践过程当中会发现 如果真的要做的十分逼真还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一点点抠的 所以他们的课程呢也主要是打这样的一个市场 方式四 商业化合作 比如他们视频里面经常会有很多景区的画面 那他们就可以和景区官方合作 作为景区的流量宣传入口 怎么样心动了吗 那就自己动手试试看吧 非常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给我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